Hello大家好,我是穆子 我就是那个只说真话的美妆博主 今天这期视频是我发现我好久都没有做过的粉底测评了 今天要测评的品牌是我吐槽了很多很多很多次的 就是这个YSL家的粉底液 这款是他们家的这个横眼持久粉底液 它主打的就是遮瑕率都非常高 而且不脱妆不浮粉 如果有看过我所有短视频的人 你们都应该知道我是非常非常讨厌YSL这个品牌的彩妆了 我在他们家买过四款不同的底妆 全部都采了 每一款在我脸上都非常难用 不过这也印证了一句话 就是女人的钱真的很好赚 我都在他们家采了无数次了 我居然又花了580块钱买了他们家这款粉底液 真的是我怎么这么价 怎么这么价 不过这次买这款粉底液也真的是没办法了 最近真的太火太火了 又是一波明星网红刷屏式的推荐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避开它 在今天开始测评之前 我也想跟大家保证一下 虽然我对YSL品牌的彩妆有一丁点的好感 但是既然测评了 我还是会怀着一个公正公开公平的态度去对待它的 不会因为它这个牌子对这款产品有任何的偏见 不过我也想告诉YSL的品牌方 就是如果这款粉底液再不好用的话 我就给你们差评 而是我是信用度极高的那种超级会员 给你们写完差评之后 再找50个人给我的差评顶上去 好 因为这款YSL的很久粉底液呢 跟我之前测评到的阿玛尼全力粉底液一样 价格都是580块钱 并且它们都是主打 真侠和持妆的 所以我这一次对于它的一个评价 也会对标这款粉底液 那么该就来的都交代完了 让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测评 首先老规矩先变回素颜 我刚才脸上是有用WLab的红管隔离 做了一个基本的保湿打底 我们现在直接来上这个YSL的粉底液 我这次买的色号是B20 是黄吊200的色号 我先挤在手背上画开 给你们看一下质底 它这种流动性比较差一点的乳液质底 抹出来感觉还蛮厚的 哇 它是那种一推开 就马上会吸附在皮肤上变干掉的质底 这个色号感觉好适合我 我们先直接上半边脸 少量多次 闻起来是有一种果香和花香之间的味道 还挺好闻的 上一点点现在来 我现在用美妆这样子敷开 这个颜色我还蛮喜欢 就是会提亮 但是又不会感觉太假 哇 感觉这个粉底遮瑕力度好厉害啊 哇 给你们测镜一点看 你们看这上了一层的效果 遮瑕还蛮厉害的 感觉我的黑眼圈遮得很好 只不过是颜色比较深的斑 不能完全遮住 但我感觉它鼻头这个位置上的不太好 好像遮完之后还是能隐隐约感觉到肤色不均 你们看一下鼻子这个地方 我在感觉它有点遮不住黑头很奇怪 但其他部分的肤色是遮得特别好 我感觉都不需要绝部叠加了 这个粉底液好像上了一层 就能达到七成的遮瑕效果了 看一下对比还是很明显的 不过这个颜色好像也没有假白 但我怎么感觉它在手上接触的空气 好像会变暗沉 我现在抓紧时间把这半边脸上一下 我现在是两半边脸都上完这个粉底液了 我想跟你们说的是 这个粉底液在我脸上的妆效 目前除了它的遮瑕度非常之高之外 其他的我都不是很喜欢 真的不是因为我对YSL这个牌子有成见 你们能看一下 就拉到这个距离 能看到吗 这种小颗粒 它的粉质不是很细腻 我觉得它粉质的细腻度跟DW差不多 我一定要近距离给你们看一下 这款粉底液在我鼻子上的状况 看到没有 就是一个点一个点的 但阿玛尼纯粒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它遮鼻子就遮得很漂亮 我到时候会把对比图放在这里 而且我觉得它刚上去10分钟 这个粉底液就有一点明显变黄的情况 能看到吧 这块就比这块刚涂的要更黄了 这几点给我感觉都不好 不会这么碎吧 又踩雷了 而且还是同一个牌子 而且现在这个眼下卡纹的情况 让我想起了那个脸上长毛的美抗粉贷了 它这个粉底液是妥妥的雾面妆感 但是因为我之前有打一下底 所以它现在脸上摸起来还不是很干 总之现在就是除了颜色和遮瑕度 其他地方都让我很不满意 还有要跟大家说一下 我今天本来是打算一半边脸定妆 一半边脸不定的 但是因为它现在这个粉服的时代有点厉害 而且因为它自己的介绍上面是有说 这款粉底液是可以吸附掉你脸上的油脂和汗水的 就不需要定妆也没问题 所以我今天就不定妆了 先去把全妆补上 OK我先化完全妆回来了 还是在手位上给你们涂了一条 看一下它晚上暗沉的程度 不过我真的感觉这个粉底液 我肉眼就感觉它在暗沉 因为我化全妆差不多花了一堂课的时间 我想凑近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粉底液 现在我脸上的妆效 它首先是眼下卡纹真的比较严重 而且我现在脸颊这一个位置 包括鼻头 你看就是很明显的有浮粉的情况 它真的给我的感觉越来越像当时的美抗粉袋了 我们按照化完底妆的时间来算 差不多是在早上9点50的样子 因为它主打的也是持妆 所以我今天给你们拍到晚上8点多 差不多是持妆10个小时的样子 那我先去吃个饭 下午再来给你们打卡 我回来拉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12分 我睡了一觉起来 现在头发都睡炸毛了 刚刚仔仔细细的看那边镜子 现在粉底的状况还蛮可怕的 我拉近给你们看一下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清楚 下午这个鼻子斑驳和脱妆的状况 比上午要更严重了一点 这里已经脱掉了 而且它这种一个孔一个孔的状态 更加明显了现在 脸颊这块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眼下那粉浮的非常严重 两边眼下都是 额头跟下巴倒是还好 你看 测到这个距离看 能看到它粉会卡在毛孔里面 就粉感是非常明显的 大家知道即便你其他部位的彩妆 画的都跟平时一样 但是只要你粉底呈现的是这个状态 你整个妆就显得有点脏脏的 我觉得它是卡在地上 这个状态主要还是因为 它的粉不够细的原因 虽然现在只过去多4个小时 但是我想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暗沉的状况 这是上午涂的那条粉底液 因为它特别贴合皮肤 所以它贴在皮肤上之后 它都不会动的 我涂一条新的来给你们对比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暗沉的情况还是非常严重的 如果按照粉底液的色列来比较的话 它应该已经按了三个色号了 YSL 我真的是已经开始有点 hold不住我的情绪了 先看一下我的脸 T恤是有一点出油的 尤其是鼻子的部分 不过不算是特别恐怖 我现在让原定的计划 去健身房稍微待一会儿 因为毕竟它主打的 也是一个抗汗和抗油的科技嘛 虽然这个粉底液 现在我脸上的状况 已经让我非常的生气了 但是基于我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博主 我还是想把这个测评坚持给做完 好那么晚上的时候 再来给你们打卡 我回来了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点08分 这里有话让底妆 至少是8个小时多一点 为什么你现在看画面感觉暗暗的 因为我是刻意什么灯都没有开 就想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粉底液现在在我脸上真实的颜色 现在在看的眼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你们看 我手臂的颜色 是不是能感觉到 我手臂明显就比我的脸要白很多 而且我涂来测暗沉的这两条粉底液 现在能很明显看到 暗沉的就跟那个泥巴一样 我脸现在很黑吧 然后我再拉近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粉底现在的状况 你们仔细看 我刚才有去健身出了一点点汗 虽然这个粉底液 现在还是呈现有点浮粉的状况 可是真的已经是这一天之中 最好看的妆感了 出汗之后反而变得稍微服贴了一点 不过这边瑕疵是已经完全暴露了 鼻子部分就是脱得非常不像样了 这半边鼻子基本上已经脱完了 鼻还有一点积粉的情况 这半边还好一点点 唇周的状况还行 额头也还好 像这边长痘痘又粗汗的地方 就会有点卡粉 我现在是有把光线稍微调亮一点点 要不然我自己都受不了我自己了 果然就如我心理预期的一样难用 它是属于那种一上脸 就感觉这个粉质不是很心理 跟它干还是润没有关系 而且它的安全程度 你们也能看到非常的严重 反正它在我脸上属于浮粉卡纹都挺厉害 而且它上在鼻子上的妆感 真的让我觉得特别难看 仿佛就是那种要我跟全世界说 我鼻子有毛孔快来看我 我这里想跟YSL的品牌方说一声 你真没让我失望 不愧是我在大牌彩妆里面 最讨厌的一个品牌 真的很难用